16日新增确诊病例21例 其中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0例 远超过当天境内新增 让人触目惊心 中国的境外输入病例到星期天 已经达到143例 这是个很大的数字 幸亏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 都在入境或随后的隔离期间 被起始发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欧美发达国家疫情失去严重 导致在那里一些中国人 回国意愿的快速增加 这加重了中国抗疫外访输入的压力 另外有少数人为了实现入境 而隐瞒了自己已经出现症状 或者编造虚假的旅行时 这使得防堵境外疫情 又多了额外的难度 现在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来进一步助劳 针对境外的防疫墙了 北京市星期天宣布 除了经严格评估的特殊情况 所有境外进京人员 都需集中隔离观察14天 而且这期间的费用自理 我们支持北京市的这一决定 并且希望它对全国产生示范意义 带动中国各地做法的相关变化 集中隔离是最好的办法 特别是疫情已经几乎是全世界扩散 入境人员出现感染者的概率快速增高 集中隔离比入境者 各自居家隔离的疫情控制效果 肯定要好很多 这是我们现阶段应当迈出的一步 隔离期间的费用自理同样很重要 最早在山东危海等城市 开展集中隔离 费用都是政府买单 或者就是入境者居家隔离 加上境外一些人以为在中国大陆 医治新冠肺炎都是免费的 这客观上鼓励了一些人 尤其是海外中国人回国躲避疫情的想法 中国大陆必须跟上全球疫情的变化 不断调整防止输入病例 和履行大顾责任的平衡 中国既不能动辄采取断燃措施 切断国际航空交通线 关闭国门 也不能冲英雄 别的国家都在限制国际旅行 我们不可属于防范 无论国外疫情多严重 只要下决心房 居家不出 就能够做到不被感染 有一些在国外短期工作 学习的国人当前要求回国的 不能阻拦 在国外的长期定居者 要劝他们尽量留在当地避险 这样的区别对待是必要的 在这个危难时刻 国家必须有情有义 同时要帮助侨民做出理性选择 中国人民以巨大牺牲 得来的抗议成果 必须得到捍卫 这是当下最大的道义 中国要继续积极开展全球交往 维系同胞情也很重要 然而这一届 都只有在祖国强大健康的基础上 才能够充分释放他们的正能量 让我们大家共同守护好中国 在祖国强大健康的基础下